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今天天气比较热 我们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 开始我们的视频 在之前我们评测过很多的炉子 大部分都是柴火炉 很多人希望我评测一些户外专用的气炉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方便非常好 所以今天来了户外气炉 户外气炉是户外相当方便的炉子 它不需要在周围寻找任何燃料的 全部自带 很方便和家里的煤气罩一样 但是户外气炉的种类很多很多 我们是评测不完的 所以我们从最简单最实惠最便宜的来说 今天我们就准备了 就评测一块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非常实惠的炉子 它用的是这种瓦斯气罐炉 这种瓦斯气是给大火机充气的 它可以用这种炉子 这种气体 这种燃料 这种燃料是非常便宜的 我们来看看这炉子是什么样的 先打开看看 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从盒子上的图案 看出它的造型了 是一种莲花状的炉子 这个炉子是用瓦斯罐 只需要50多块 50元的户外气炉 到底怎么样呢 看看吧 啊 来了 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小巧的炉子 又便宜 50多元就能买到 我们知道一般的户外气炉 可能都要一两百 这个莲花花瓣是用来防风的 因为户外有些情况风很大 我们一只花瓣把风给挡住 看它下面 这里都是金属的 是铁的 这里有几个炉脚可以撑起来 嗯 再挺像一回事的 这里是调节气粮大小的 这里是自动打火 可以看到 可以打火当气体 开始释放的时候 用这里可以打火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是这个莲花花瓣防风不错 我见过几百块钱的气炉 都没有这种防风装置 我们把这个锅放上去 然后把莲花花瓣 放的合适的大小 当然不能全部封闭 肯定不行的 需要留点缝 这样就能防风了 风也吹不灭 不会影响它的火苗 然后怎么使用呢 用的是这种气罐 瓦斯气体 钉丸气 这种气体是给大火机充气的 也可以用着它的燃料 我们试试看吧 把它放 把它装上 它是直接装在这里的接口的 当然它有其他的配件 可以用一种软管接上去 也可以接那种高端的气体 我们一般出外用这种就不错了 哎 好 接好了 就是这样 然后 打开发门 点燃 已经着了 看见没有 因为是白天 因为是白天 哇 刚才是什么情况 连接起来就是这样的 看到吗 它已经关闭发门了 成为了一体 成为一体 这个气罐和炉子 再试试看啊 可以调节大小 这是我们的小煮锅 一会我们就来煮点东西 今天我们的午餐是馄饨 煮一碗馄饨吃吃 稍微锅水 手放上面感觉热量很高 但是我们看不清火苗 因为这是冰丸气体 在白天很难看见 好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用它来煮我们的午餐吧 把馄饨 把锅放上去 花瓣调到合适的大小 好了 开始了 哇 好高的热量啊 哎呀 朋友们 这火力太大了 把我这个锅饼都烧掉了 我们烫锅以后千万不能选择这里 这样的旁边带有这种 这种橡胶把柄的 因为这火力很大 喷出来以后能烧到旁边的 这个 手把 太可恶了 这怎么办呢 朋友们注意看 看这个炉心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淡蓝色的火焰 但其实它的火力很大很大 周围的火力很大 手靠近就会很热 旁边的这手把都被烧掉了 这个锅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用在这种气炉上面 我好像已经听到水开的声音了 有这么快吗 哇 这么快就开了 真的很快呀 一下就开了 这水沸腾的很厉害 不然小一点 不然小一点吧 我们把我们的馄饨放进去 咱们的馄饨 哎呀 开玩笑吧 这吃的还是汤啊 这是 汤料还是 保鲜剂啊 给我看看 我尝了一下 这不是保鲜剂 是调料 调味料 放进去 哦 太夸张了 快扑出来了 怎么回事啊 再来加点我自己爱吃的调料 烧烤料 多一点 还有椒盐 这就完美了 搅拌一下 差不多了 可以吃了 馄饨已经煮好了 好 我们把它拿下来吧 炉子关掉 好 放在旁边 这就是我们的午餐 可以看见这个气炉烧完以后 一点都没有变黑 因为它烧的气体是纯净无杂质的 不会变黑 也不会让锅变黑 挺不错的 很香啊 闻起来很香啊 多亏了有这个气炉子 我要开吃我的午餐了 哎 朋友们 我要开吃了 大热天的是馄饨 好香啊 这馄饨 不过这馄饨感觉皮有点厚 速冻馄饨可能就是这样的 哎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味道很鲜 这是三鲜 三鲜馅的馄饨 你们想尝尝吗 嗯 不得不说这个炉子还相当不错的 它的速度超乎我的想象 我感觉好像一分钟不到就开了 很快水就开了 继续吃哈 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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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生活真的太不错了 行 接下来我要吃了 这个炉子 总体评价 总体评价是相当不错 我感觉相当不错 而且又便宜 非常不错 收起来 好 各位朋友 今天关于这款气炉的测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对我们视频感兴趣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